大家好 我叫王岐 正如主持人说的 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建筑系工作 我其上是一名建筑师 但是呢 在大学里面每一位教员都会有一个研究的项目 我的研究呢 是集中在博物馆这个行业 我致力于想把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和博物馆内部的展成设计 这两个方面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了魔力的职业 因为呢 你要同时具备两个功能或者两个本事 第一个本事就是要读懂现在很多博物馆里面 他们是如何讲故事的 第二个呢 是要用自己的创造力 是为新的博物馆创造出来更加吸引人的故事 刚才主持人说 我不是小叮当 其实呢 我也是一个小叮当迷 我更希望我自己成为一个小叮当 从我的口袋里面变出更多更好玩的展览设计 而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呢 到最终啊 这一切都要始于2004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出国参观大英博物馆 我小的时候 1980年代 1990年代 不像现在的小朋友这么的幸福 到了夏天有无数的夏令营 你们可以全世界到处去跑 我没有 所以说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呢 是2004年出国去读博士 去之前呢 在英国呢 我早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大英博物馆 那简直是一个象牙塔知识的圣殿 我早就想去看看了 而呢 这个机会来的并不是很慢 在入学两个月以后呢 2004年的10月 在伦敦学院大学 有一场关于建筑语言的研讨会 我早就知道伦敦学院大学的隔壁就是大英博物馆 因此啊 趁着午餐那一个小时 我就不吃了 赶紧就跑到大英博物馆里面去了 进大门之前呢 我觉得我自己啊 一定要把自己啊 装扮得 装装正正的 所以说呢 整理整理自己的领带 然后呢 衬衬自己的衣服 然后呢 非常严肃地走到大厅里了 进入大厅之后 眼前发生的一切 使我立刻被震撼了 第一部分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 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 诺曼福斯特爵士设计的一个如此宏大的中庭 把一个漂亮的博物馆给衬托得非常的精致 第二个呢 是在这个中庭里面 有无数的人进行着各种各样 超乎我想象的活动 一群一群的小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 席地而坐 铺着花花绿绿的毯子 然后拿出来自己的便当盒 一边吃着奶油蛋糕 一边和老师探讨着 木乃伊和罗萨塔石碑 到底哪个更古老一些 而另一边呢 我们看到了中庭的中间 有一个巨大的大卖场 里面啊 人是熙熙攘攘 大家在里面购物的情绪特别的高涨 而在中庭的四个角 博物馆布置了大量的座椅 还给大家提供减餐 老年人休息 或者是年轻人想在那里面 谈些事情都可以发生 而更为奇妙的是 我还看到有很多西装革里的年轻人 或者是咱们说business们 就是这个商务人士 来到博物馆里面进行约会和会谈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伦敦 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这个城市像一个大家庭 而大英博物馆的中庭 就像这个大家庭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会客厅 客人来了 可以来博物馆里 这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觉得进入博物馆了之后 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场景 怎么会是这样呢 带着这个疑问啊 我后来就慢慢慢慢地 进入到了这个 关于博物馆里应该做什么的研究 这个答案啊 其实上并不难找 从1980年代 1990年代 有很多的学者 早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说 博物馆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是储藏功能 因为我们博物馆里有很多藏品 第二个呢 是科学家要在博物馆里进行研究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博物馆是一个展览空间了 但是最近呢 又有学者提出 除了这三个功能以外呢 博物馆还有第四个功能 那个就是教育 哎 教育 听上去好像是天经地义啊 来到博物馆 自然而然每个人都应该学些什么东西了 可是呢 随着我自己对于博物馆研究逐渐深入 我对教育这个词的理解也在变化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是怎么变化的 我作为一个老师工作的时候 我们建筑系有一项福利 这个福利就是啊 总能带着我的学生去外面参观很多的有趣的建筑 有一年我带着我的学生去了德国 德国有很漂亮的现代建筑 然后在参观了德国很多城市以后呢 我们来到了北边海岸的一个小小的城市 一个小城 它的名字呢 叫Straussand 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主要想去看一个重要的现代建筑 也就是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着 Ocenium海洋博物馆 为什么要看它呢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 因为它长得奇奇怪怪 它属于一种叫做结构主义的建筑 但是在欣赏了建筑之后 我和我的学生进入博物馆以后呢 我却被它内部的装饰和内容 所再一次震撼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这边下角的这个巨大的圆形的厅 里面有很多的大鲸鱼 整个这个大厅内部 被建筑师给渲染成了一个深蓝色的深海的场景 同时呢通过声光电 营造出来了一个仿佛你自己沉在海底的这么一种感觉 很多巨大的一比一比例的大鲸鱼 在你的头上悬挂着 虽然它们不会动 但是它们为喵为消 可我震惊的 使我震惊的是 在这个厅里面 我却找不到一个名牌 告诉我这只鲸鱼属于什么鼠 什么种 它在哪里生活 所有有关鲸鱼的信息 我都找不到 但是呢相反的是 馆方在我们的地板上面 大厅地板上面 布置了很多很舒服的躺椅 让人们呢能够感觉自己躺在海床上面 仰望着这些大自然最美丽的精灵 仿佛在你的头顶上游动 可能是参观这个博物馆这个场景啊 太过于安逸 很多人躺在那儿就睡着了 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学生们呀 来到这个厅里以后呢 经过一天在城市里面走来走去 也感觉有点累 当我注意到他们的时候 好几个已经手快脚快 站着了一个躺椅 躺在那儿也睡着了 结果我自己是没落着躺椅 我是没地儿躺 但是呢站在那儿呢 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 他们在博物馆里居然能睡觉 他们在这里会做什么样的梦啊 他们的梦中会不会梦到 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鲸鱼 或者自己变成了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那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这一次经历 在这个博物馆里做的梦 会不会对未来 对他们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使他们更加关心我们的海洋 更加关心我们海洋里面 这些美妙的生物 我想在博物馆里面 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应该是很难的 因为你要做大量的问卷调查 还不一定每个人给你 这个诚实的答案 但是呢在我的脑子里 我想肯定是会的 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了 现在这个记忆 依然是在我脑子里面 营绕很长时间 想起了我们现在 有些博物馆里发生的事情 前几天呢 我去参观了一个 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里面珍宝无数 可是博物馆太大了 我在里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好累啊 找地方想坐一下 找不着啊 所以说呢 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 觉得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 然后想发挥一下 我们亚洲蹲的优势 蹲在那歇一会儿 结果呢 刚蹲了不到两秒钟 就有一位工作人员 非常礼貌地跟我说 先生请您站起来 您现在的行为有碍观展 我们的博物馆馆长 什么时候可以允许 我们的观众在博物馆里睡觉呢 这个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领域的 这些兴趣呢 慢慢地积累得越来越深厚 后来呢 就使我决定在 自然博物馆领域多做些研究 然后这第一个研究呢 我就集中在了伦敦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 也为此而出版了一本叫做 《从水晶宫到达尔文中心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筑进化史》的书 通过这本书呢 我又进一步地跟中科院 中国古籍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古动物馆 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这么一个稳固的合作 作为一个建筑师 光做一些纸面上的理论研究 总是觉得不过瘾 我就想呢 能不能做一个实践项目呀 然后这个实践项目呢 在2013年初步地 然后开始慢慢孕育了 那就是把我们中国古动物馆 发现中国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研究的那些非常精美的 令世人震惊的带羽毛的恐龙 搬到英国去 然后呢 让英国人民也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些恐龙 在英国办事 不像在咱们中国办事这么快 这件事情从2013年开始策划 一直到2017年 也就是去年 才得以实现 而在五年之间呢 我们的三位策展师 站在中间的是我 在我两边呢 一位是汤姆哈曼 他是一位生物学家 而在这边的呢 是阿丹斯密斯 他是古生物学家 我们力图把每一件来自于中国的恐龙的故事 都要讲的至精至采 很多故事是好讲的 比如说马门西龙啊 小盗龙啊等等 但是其中有一条龙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重要 却不好讲 是谁呢 就是这个 许世露丰龙 他是一条 找侏罗纪的恐龙 个子不算太大 牙也不算太尖 还是直食性的 所以说呢 跟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些 张力阿鼓爪的大恐龙来比起来的话 对小朋友的吸引力就比较低一点 可是为什么说 他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呢 是因为啊 他是由我们中国古鸡椎动物的奠基人 杨中健教授 在1938到1941年 自己亲自整理发掘和研究的 他发建于1938年 而发掘于1939年 1940年 当时呢 杨中健老先生在发掘他的时候呢 就写下了一首非常漂亮的小诗 来赠给这中国发现的第一只恐龙 是中国人发现的 他称千万年前一世熊 次名许世露丰龙 三百骨骼书卷记 赋予之音 就一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他的书卷中 他记载了 虽然陆丰龙并不是一条很大的恐龙 但是呢 这条恐龙将来装架起来了以后 不但对于科学的发展 会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 也是一个提高自然科学知识 极好的机会 人们会非常感兴趣的 在他的带领下 辩美年先生和王存毅先生 把这条恐龙在重庆装架 变成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发现 自主研究 自主发表 自主装架展示的第一条恐龙 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龙 它非常的重要 甚至在1958年的时候 这条恐龙也被印到了邮票上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枚以恐龙为主题的邮票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运到英国去 这么多的故事 难道还不愁奖吗 确实愁 是因为啊 英国是现在古生物学的发源地 且不说这些璀璨如明星的名字吧 璀璨如明星的名字 达尔文呀 赫旭黎呀 威廉巴克兰的呀 就说说这位大神 在19世纪早期 创建了恐龙一词的著名的自然历史学家 理查德·欧文爵士 他就会轻轻地告诉你哦 Sorry 亲 我们研究恐龙 轻轻松松比你早一百多年哦 那我要是展示中华第一龙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从别的地方去发掘历史了 1938到1941发生了什么 那个时候正在抗战 尤其是在1941年 陆丰龙放在北贝的这个自然地质学调查所里面 公开展出的时候 日寇对我们的重庆进行了残酷的大轰炸 数万人死伤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每天都有四五百人去参观恐龙 那股劲啊 就有点我管你炸弹料不料 我非得要去恐龙 我非得要去看恐龙 我就是要去看恐龙 这么一股热情 同时在1941年的时候 英国发生了什么呢 那恰恰是伦敦上空的战英 拼命顽强地抵抗德国侵略者的这么一个艰苦的时候 然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大众型城市 进行了同样的轰炸 伦敦也被炸了一塌糊涂 然后我们这边这张照片呢 展示的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被一颗燃烧弹击中以后的一片狼藉的场景 而这边的两张照片呢 体现出来了 当时在大轰炸之下 英国人民所展示出来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Keep calm and carry on 翻译成咱们中文就叫做保持冷静 继续生活 于是我们看到上图里面图书馆被炸了 但是呢我们的英国绅士们依然是衣冠楚楚 站在书架旁边查阅史籍 而下面的这位呢 这个图片展示的是我们的前院 一家混成家的前院被一颗炸弹给炸了 但是我们的家庭主妇的脸上 依然挂着笑容 而把这个Keep calm and carry on 这种精神 嫁接到我们这个重庆的这个经历上 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共同点呢 我们的那条许时路风龙 当时恰恰是在最困难的时刻 帮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继续生活保持冷静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契合点 把Keep calm carry on这一点 和以及路风龙在抗战时期 公众展示的这一段历史 如实地把它表达出来 并浓墨重彩地做了强调 效果是非常好的 虽然放在大厅里面 路风龙依然没有办法跟 他旁边的马门西龙所抗衡 从统计书记上来讲的话 和马门西龙合照的这个人还是最多的 但是爷爷奶奶们 还有爸爸妈妈们 带着英国的小孩子们来看恐龙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路风龙面前驻足 通过这一段小的历史 通过一条中国恐龙 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实现的心灵的交通 通过这些小的例子以后 我就再回想 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我们不但是要让人们去动眼看 还有要让人去动手去触摸 而更重要的呢 是要让大家在展览中间能够动心 而这个动心是通过故事来实现的 我们要把很多很多具体的知识点 都用一个故事线串在一起 用一个美妙的故事把它表达出来 这并不意味着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学习很多具体的知识 这时候回想起来 在博物馆里那个教育的功能 我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 这个地方的教育和学习是不等同的 这种教育是更深层次地触摸你心灵深处的 使你的心和展览的内容实现互动 使真正地在你参观展览的过程中间 实现一个灵魂的抵挡 是一种动心的过程 最后呢我想再给大家提一点 有关于我们中国博物馆下一步会去发展的这么一个愿景 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圈子里面 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还有一个我们要走出去 要让外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 我们呢还应该以中国的智慧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也许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会问了 哎 老师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有人在做了吗 刚才你第一张幻灯片说的大英博物馆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呀 还有大都会博物馆呀 卢浮宫啊 他们博物馆里有无数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文明 他们不是在那里展示的挺好吗 是的 他们是在做 但是呢 由于他们这些展品的来历不是很正 他们有一点点黑历史 所以说呢 全世界的人跑去看他们的展览的时候呢 心里面总会有点嘀咕 嗯 你们展得还行 现在赶紧帮我保管得好好的 早晚有一天我还会拿回去的 所以说呢 他们有这么一点点原罪在里面 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科技实力有科技实力 要技术支持有技术支持 要财力支持有财力支持 我们还有一带一路这么大一个盘子 作为政策支持 因此呀 我觉得在未来几十年的过程中间 我们中国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 用中国的智慧去讲好一带一路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民族的璀璨文明 这件事情好做不好做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做 它可能得需要至少一代人去努力 所以说在这儿今天呢 我想我所做的工作呢 就是尽可能地帮大家搭好一个架子 然后在将来呢 希望在座的这些小朋友们 有愿意当故事大王的 在这个方面进行努力 也许中国博物馆界未来的故事大王 今天就坐在这个会场里 谢谢大家